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再对乌克兰提供军援 同时立抗普清 另一方面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大陆提供给俄罗斯的技术以及晶片 助长俄罗斯是一个战争机器 北约峰会华盛顿登场团结力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美国总统拜登在梅隆礼堂的欢迎晚宴上 靠着读稿机声音洪亮 没失误的发表演说 白宫轮值记者形容 这是拜登近期表现最好的演讲之一 北约承诺在明年提供乌克兰40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 将在德国成立新的军事指挥部 负责训练乌克兰军队 并且在基辅派驻代表 以深化乌克兰和北约的关系 就在北约庆祝成立75周年的同一时间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键盟友白俄罗斯 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展开联合军演 而向来批评西方军援乌克兰的欧盟轮值主席 匈牙利总理奥班 在抵达华府前突然访问北京 试图协调俄亭伙 基辅和欧盟官员谴责奥班不代表欧盟 尽管北约峰会议程以欧洲安全为主 但对抗中国也有越来越重要地位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北约和印太伙伴日本、南韩、纽西兰、澳洲 将启动四个新的合作计划 包括关注乌克兰、人工智慧 打击虚假讯息和网络安全 美国总统大选也是这次峰会的隐藏焦点 不止美国选民各国外交官都将密切注意 拜登的身体状况及在峰会的表现 而为可能的川普回归 北约势必得更欧洲 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GVB新闻家会以美国华府报道 我们再来看到美中之间的关系 要先从科技圈来看起 美国科技公司微软下令 在大陆地区的员工处理公务的时候 只能使用苹果iPhone的手机 禁止使用Android系统的大陆手机 目的就是为了考量公司的咨询安全 这项的禁令从今年的9月生效 等同于不允许微软在大陆的员工 在公司的范围里头使用 包括小米、华为、OPPO等 Android系统的大陆之手机 那么根据彭博社查阅一份 微软公司内部备忘录发现 微软为了加强产品与服务 抵御骇客攻击的一部分措施 将会影响在大陆的数百名员工 那么微软也进步表示 将会提供在大陆地区 以及香港的员工 苹果iPhone15的手机 当作公务用手机 避免工作资料被窃取 但是员工依旧可以使用Android系统的手机 作为个人使用的私人手机 这会不会也是在剑指大陆呢 看看南韩总统尹席月 最新是在夏威夷 见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帕帕罗 那么两个人会面 讨论到是美韩联合防御态势的重要性 支持南韩总统尹席月 南韩的总统时隔29年 再次的访问美国印太司令部 尹席月这一回发表了谈话时提到 因为北韩不断的提升核武能力 同时持续的挑衅 与俄罗斯进行非法武器交易 不只威胁到朝鲜半岛的和平 也威胁到全球和平 所以他将决定进一步的加强 美韩同盟与联防态势 好来应对当前严峻的国际情势 尹席月对于帕帕罗 在过去三年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期间 为加强美韩联防做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 同时颁发了由南韩政府授予的 保国勋章统一章 南韩民众有自己的问题 面对到暴雨沉灾 特别是南韩中南部地区 降下了破纪录的百年暴雨 游民女子遭到了洪水冲走 暴雨也开始影响到了首都首尔圈 首都出现了灾情 狂风暴雨吹行了招牌 列车停止 暴雨中闪电闪个不停 黄色泥水像瀑布一样 从阶梯流下 连夜暴雨轰炸南韩中南部 中青沁北全罗道等地 农村地区河川暴涨 淹没房屋半层楼高 导致18位居民已度受困 中青南道的一间办公大楼 地下室也被淹没导致有一名男子 受困电梯不幸死亡 还有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子 虽然在洪水中逃出车辆 却不幸被急流卷走 下落不明 另一名五十多岁男性则是因为住家后方 挡土墙坍塌 遭火埋死亡 南韩当局在周三凌晨三点 已将暴雨地区的土石流警报上调到严重级别 中州大坝今年也首次打开闸门 每秒泄洪一千一百吨水量 恶劣天气也延伸到南韩首都圈 传出招牌路数倒塌 以及列车延误与停止灾情 反观邻国日本热浪来袭 发布重暑警报 为了防止热伤害知名景点东京铁塔 也被作为避暑场所 好消息是梅雨封面 正在逼近 预估接下来几天气温下降 日本民众终于能从热浪中喘口气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水灾在大陆也出现 大陆第二大的淡水湖 东庭湖溃堤 那么在8号的晚间 已经成功封堵缺口 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要加速的 抽牌积水 让灾民早日回家 沿那个房子沿了三四米 就看电视是吧 电视没有看到自己家吗 想到所有财产全泡汤 这名住在华融县团州院的居民 不禁红了眼眶 回想28年前 洞庭湖也曾溃堤 让所有心血毁于一旦 没想到又噩梦重演 另外这位 暂时栖身学校宿舍的李靖福 住家距离绝体口才几百公尺 每次电视一播出 他总能看到被灭顶的心爱家园 事发当时 什么东西都没带出来 李靖福冲回家园 看到桑田一遍沧海 周边邻里住家 只剩下几座屋顶 能稍微辨识方位 一辈子的心血化为梦幻泡影 巨大的痛苦难以言喻 透过卫星空拍画面 可以看到近期累积大量降雨 而推高水位的洞庭湖 淹没了附近陆地 面积扩大一倍 这次溃堤 灭顶的地区面积 广达47.76平方公里 水深4.6米 蓄水量相当于15座西湖 水位降至一定程度时 打开安全区低防上的防洪闸 启用团南迸站抽牌 等到水位进一步下降之后 及时抢修团北团东团西泵站 尽早参与排水 164台抽水机进驻 每秒抽牌 179.5立方公尺的水量 由于担心抽水过快 会造成堤防摊防 地面还要先铺设防水部 小心堤防被冲垮 水利单位预估 10天之内便可完成抽水作业 加速灾后充建工作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陆的年轻人 如何减压 减轻生活中的压力 他们决定住进青年养老院 一群年轻人趁着夜晚凉风徐徐 聚集在庭院前一起弹吉他唱唱歌 这个地方是大陆天津的一座青年养老院 虽然取名养老院 但这里没有看护也不公餐 入住的270多名年轻房客 就在这里放松躺平 释放生活压力 养老院这个方式呢 我想让大家来这之后 让他能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管说是家庭身份 社会身份 职场身份 他都可以放下 在这边只做他自己就好 他只要自己开心 有各种休闲娱乐 顺便交朋友 一切随意 有着满满松弛感 大陆近年经济低迷 年轻人得面临强大竞争压力 带动青年养老院遍地开花 云南有一处青年养老院 月租大约新台币六七千元 超过四十五岁不能入住 若对照三四县城市的 平均月租金 只要新台币三千七百元左右 想花钱买悠闲 成本还是偏高了些 人家都说老年人还没养老 我们青年人开始 就是普遍的就是工作压力大 生活压力大 就是房贷啊 车贷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 不如意的事情 然后又想短暂逃你当下的生活 就是换个环境找自己 来自安徽的女孩 落脚山东微海 将上千苹果园和破旧老房子 改建成民宿 欢迎年轻人到海边躺平 港媒南华早报报导 大陆深圳今年第一季 失业人口年增率高达百分之四十 和去年第四季相比 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当大学应届毕业生 就业率不到一半 三分之二的硕博士找不到工作 青年养老院的崛起 有机可循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再看到就是美国政府 盯上了波音公司 飞机制造商波音 已经同意针对 737 MAX系列的飞机的炸漆罪 来接受认罪协商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 同时要求要检查 两千多架波音737飞机的 乘客养机面罩 这是因为FAA 接获了多份报告 发现737客机 出现乘客的制氧设备 未移的问题 所以相当担心 乘客的氧气面罩 可能在紧急状况下失灵 所以要求波音在120天到150天之内 针对737 MAX等相关的机型 大约有2600多架的飞机 进行必要的检查 航空公司禁止安装 可能有缺陷的零件 必要时候必须用 新的制氧装置来替换 那么现在波音客机 频频出现状况 认罪协商的协议 有可能影响波音 与美国国防部 以及美国太空总署等机构 签订的政府合约 所以目前波音 正在跟美国国防部 商讨认罪协商 对政府合约 可能带来的影响性 进一步提到了 刚刚说到了诈欺罪 到底从何而来 这是美国波音公司 针对2018年 2019年两起的空难 达成认罪协议 将面临2.4亿美金的罚款 带你关心 照片上的金发女子 珊亚艳然一笑 但这抹笑容 已经葬送在2019年的 伊索比亚航空坠机事故中 时隔五年 珊亚的母亲 不曾忘记女儿的脸 也从未放过 造成当时坠机的元凶 波音公司 尤其现在波音宣布 针对2019年伊航坠机 加上2018年 印尼失航坠机两起事故 和美国司法部 达成认罪协议 让家属更是怒不可疑 根据协议 波音预计面临最高4.87亿美金 约合新台币超过158亿的罚款 不止远低于家属要求的 8200多亿台币 经过法官裁定后 十付罚金还可能少一半 第二就是司法部安排第三方人士 在未来三年内 监督波音的安全与评管 并要求波音在这期间 投资至少相当约超过台币147亿 加强品质和改善安全计划 除了罚款减少 对监管人员有疑虑 家属最不满的还是在这份协议中 包括波音执行长在内 没有任何公司高层遭到刑事起诉 2021年波音与美国政府做的 暂缓起诉协议 指的是波音不只承认 在评管上欺骗监管单位 还要承诺改善 换取美国政府 在三年后撤回刑事指控 就在波音周一统议新任罪协议时 联合航空波音757客机 又传出起落架轮胎起飞时掉落 这也是联合航空 四个月来第二次出现同样意外 另外在波音飞机舱门爆开时 乘客依赖氧气罩 才能挺过高空环境 现在连波音都自曝 2019年使用的一款效果不佳 会让氧气罩位移失效的黏着剂 美国航空总署因此下令彻查 2600架波音737飞机 因此家属痛批 司法部提出的认罪协议 根本是对波音高高举起 亲情放下 怀疑是因为波音大到不能倒 怕动摇国本才不敢研办 认罪协商后 周一波音股价反而还上涨0.6% 由于波音也是F-15战机 以及阿帕契直升机等军方设备的承包商 投资人密切关注 这项认罪协议 对波音国防业务是否造成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看到身外太空的角力 这一回欧洲最新的阿利安六星火箭 首次的发射成功 是从法蜀的贵亚纳升空之后 将卫星送入了轨道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欧洲国家已经重拾了 可以独立前往太空的能力 根据欧洲太空总署署长 阿斯巴赫的说法 说这对欧洲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阿利安六星是欧洲现有最强大的火箭 那么是由空中巴士集团 与塞峰集团共同拥有的阿利安集团 投入约40亿欧元 顺利的开发 根据先前推出的时间 已经延误了四年 如今顺利升空 这枚高56公尺的火箭 飞行将近三个小时 顺利的完成任务 再看是TVBS前进 夏威夷环太军演最前线 那么这回关注到的是 海岸防卫队米吉特号 另外采访团队还独家专访 菲律宾海巡发言人 谈及到中共在南海的施压恶行 跟着美国海岸防卫队TVBS开箱 也参加环太军演的船7级巡逻舰 米吉特号 来看到这是美国海巡的军官 他们在船舰上的休息室 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起床用品 还有包括自己的马克杯 都放射在这里 而从飞行甲板放眼望去 展现的是美国海巡 知法能量 来看到这个舰艇的飞行甲板 可以让海巡单位来停放一架直升机 而且其实后面还有两个机库 同样可以停放直升机 不过来看到 既然是海巡单位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执法能量 所以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有他们的巡逻艇 可以快速的让他们下水 以及特舰2022年也参与环太 今年在副世界最大军演 所以可能最大的影响我 就是我们的专业和专业 的专业和专业 他们全都很能够的国家 一起成为一个很合适的组织 为保持自由和开架 米吉特号2022 曾赴菲律宾交流 只不过菲律宾面临中共压力 今年本来要派两艘军舰赴环太 六月下旬却因任务作战需求 临时喊咖指派了观察员 强调和美军有持续保持合作默契 但对菲律宾来说 第一岛链还需合作很重要 菲律宾第一程度参与环太 也显示区域举事轨迹 TVBN新闻洪富华刘婷婷 夏威夷采访报道 回到国内 国防部有个计划要配合台九线拓宽 所以想要在台东的关山 规划新建第六条的空军战备跑道 但是台东的乡亲不满了 所以会影响到农地 所以今天到立法院抗议 率领台东关山乡亲 北上到立法院抗议 台东县长饶庆林 布满空军第六条战备跑道 执意要在关山设立 现场说的就是关山外环道 这一大片凉田 国防部打算在这里盖起战备跑道 但影响这周遭三千公顷的农地 相当于三千个足球场这么大 得知引爆官民不满 国军把姿态放到最软 只不过专家对关山战备道提出不同看法 因为西部其他五条战备道 都在中共的导弹射程范围内 台东目前只剩台九线九公里 笔直的关山段适合 东部如果能新建战备跑道 左右两侧的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 就会作为天然屏障 一条战备道掀起正反两派意见 国军要提升战备能量 首要条件 看来得先化解居民反弹声浪 那么在军情方面呢 看到我国的汉光演习即将发出一张小卡片 那么军备局也研发出的光学描具 让没有接受长期军训的女性立委 也能够打出满把 听到女立委满把 国防部长顾丽雄 差异表情全写在脸上 这一个近战的瞄准镜 那为什么我们的步枪兵 我们的单兵这样子的步枪 不需要这样的标准 那些瞄准器的一个设备 我们逐步到位 又与时确认 传统张孔描具有更换的必要性 男助金汉光40号演习在即 国防部更要让官兵知道如何因应 于是国防部也确定 将首度对参演官兵发送 RO1交战小卡四大原则 包括发动攻击对象 除敌军之外交战对象等 不过卡片内容有部分提到 攻击平民造成的附带损害 不可超过预期的军事利益 若曾发生意外 又该如何处理 针对无剧本演习 国防部已建制SOP 这是前一天 日本防卫省统合木材监部 在发布通报解放军 山东剑编队 行经我国东部海域 共军一举一动 透过情间针系统及此掌握 加上距离台湾不远的日本冲绳 加佐纳基地的美国空军 也调整部署36架F15EX 确定取代原本的48架F15CD 若未来要迟远 仅需45分钟就能抵台 要强化嚇阻 先拉高空防部署 TVBHN最终学会 台北報導 回回来大陆与澳洲当局的 关系相当微妙 那么现在澳洲当局指控 大陆政府支持的 駭客组织APT40 对于澳洲政府 以及民间部门 发动了大规模的网路攻击 但是大陆外交部回应 说那是污蔑抹黑 这名叫做铁头的中国大陆网红 上个月在日本建国神社前的 石柱喷红漆小便 随后立刻逃回中国大陆 现在被日本警方通气 至于同伙已被逮捕 日本警方昨日以涉嫌损坏财务 以及对礼拜场所不敬为由 拉了一个住在棋育苑 昭霞市被指购买油漆桃鸭的 29岁中国籍男子 日本南韩首度加入五眼联盟 批评中国的网络攻击 根据外面报道 澳洲政府发布 关于中国駭客团体的公告 而且这份报告 除了美英澳加纽 还召集德国日本南韩的 安全部门共同合作 阐述中国政府资助的駭客组织 对澳洲的威胁 澳洲报告指出 这些駭客组织 接受中国海南省国家安全部门任务 而且駭客组织APT-40 曾多次攻击各国政府机关 跟国防工业系统 在此拿中国网络攻击来炒冷饭 借网络安全问题污蔑抹黑中国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无言联盟从五个英国家的情报联盟 发布駭客警示 成功后召日韩德 先从另一种八国联军 指责中国大陆显示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网工行动抵制升级 台北新闻综合报道 追踪第一线在线上邀请到的是 天下杂志资深主编史书华 那么香港历经了反送中抗争之后 如何化解外国企业撤离资金的僵局 请教书华你的观察 据是天下杂志第802期中国的香港 这一次我们特别采访团队 前进到了香港 其实不只是刚才有讲的是 可能最近的一些金融的变化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疫情的变化 甚至是中美竞争 越来越激烈的驱使之下 香港这几年的经济 的确不太好受 我们就打开几个一些 比较关键的数字来看 一个是看香港的恒生指数 股市的表现 再来就是看一些 企业公开上市发行的一些加数 那个数字的确不断在往下跌 也难怪其实今年年初 除了有经济学家之外 也有不少高调唱衰香港的论调 可是这背后的根本的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不要忘了 就是在过去这 长达十多年的历史里面 香港一直是中国联系世界的 一个很重要的超级连接器 所以当中国与世界 这边的世界特别指的是 欧美还有北美跟西欧这一块 摩擦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香港的角色 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 我们这次采访发现 最明显的 其实是从去年开始 有一些风向 今年年初又有一些关键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主播帮我们 特别提到的是非美阵营 特别是中东资金这块 好像跟香港越来越紧密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要把时间 再拨回到两年前 2022年底的时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首次出访了沙吾地阿拉伯 除了沙吾地阿拉伯之外 而且随后 北京跟中东的很多国家 都签订了所谓的战略协议 或者是合作框架 看到了北京有这样的风向 其实港府也很积极 所以在过去这一年半 短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不但有看到港府的官员 去中东拜访 香港交易所也很积极的 跟沙吾地阿拉伯交易所之间 签订一些合作框架 或者是协议 甚至亚洲地区第一支追踪 沙吾地阿拉伯 ETF指数的相关理财产品 都在香港落地了 看起来动作很多 可是这次采访 我们也受到了风向改变 可是实际上落地的动作还不太多 我们接下来要持续观察 而且持平而论 前面有讲到 因为中美摩擦之下 可能北美跟西欧的资金 已经离开了香港 可是中东的资金 一定不可能补上 欧美资金那么大一个缺口 所以到底香港跟中东资金 跟非美阵营 接下来会怎么互动 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一个方向 再从财经那方面来观察 人民币贬值 现在许多的大陆居民 跑到香港去买保险 再请舒华为我们分析 南下北上的金流变异 刚才我们是不是也特别提到了 香港其实是中国连接世界的 一个超级连接器 所以当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状况 香港其实这几年的变化 也特别的剧烈 而这一次我们也特别看到 这样的香港跟中国的经济关系 表现在影响在香港哪里呢 我们就可以从保险 还有刚才讲的互联互通机制来看 我们先看保险好了 其实港人 大陆居民赴港去买保险 这已经是个长期的趋势 因为就是把去香港买保险 当成一个理财的选项之一 可是这几年特别明显的原因 是为什么呢 其实关系到中国内地的经济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 我们都知道北京这几年 非常积极的打房市 然后中国的房市几乎是一阵不起 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 特别是中产来说 他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财富 是在房地产上 所以当房地产这块出了问题之外 他们还能够怎么样 可以帮自己的财产保值呢 这个时候香港的保险的地位 就被凸写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中国大陆居民赴港买保险 是长期趋势 可是今年第一季 中国大陆居民赴港买保险的保费 那个金额创下了五年来的新高 其实背后就是为了要追求保底 而且特别都买了一些是保证 收益的一些保险性产品 这个是第一点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 跟香港经济之间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再从互联互通来看 什么是互联互通呢 听起来很拗口 可是这个机制是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港股特别设计让香港的居民 可以去跟上海 还有深圳交易所的一个股市 可以互相跨境交易 而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理财投资人 也可以透过这个跨境交易机制 前进香港去买港股 所以可以说是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 股市之间的一个交易的连通管道 而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大部分在互联互通这个机制下面 南下的基金是占比相对少的 所谓南下就是从中国 或者是从深圳上海到香港的这个份额 是占比少的 可是我们摊开过去五年的数字 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个南下的占比越来越大 从个位数的占比 已经到了双位数的成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当然第一点我们可以解释成 还记得前面有说过去几年 可能是因为中美摩擦之下 很多的欧美资金外逃 所以当欧美资金离开的缺口 当然南下资金的占比就被凸显了 可是另外一个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 是不是当香港股市不太行的时候 可能会越来越依赖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呢 如果香港的股市本身 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的资金 这对香港的金融市场或者是经济 其实也是一个体制上的转变 接下来这一块的影响 也是我们天下会持续去锁定的方向 还有个观察 在新冠疫情过后 香港民众流行北上到深圳去消费 而且还比路人访港的人数还要多 该如何解读转变 再教个说话 这次我们采访团队到香港跟深圳的时候 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 而当地人告诉我们 其实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费 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趋势了 可是在役后这几年特别明显 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采访之下 我们发现了关键点还是在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家不要忘了这几年 香港的联系汇率机制 所以港币其实是跟着美元走 美元走强 港币也跟着走强 可是另一头 人民币这几年其实是走弱的 所以你看货币的汇率这样一高一低 所以反而吸引了香港人 会觉得说大陆内地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相对便宜 这个是从汇率的角度来看 可是另外一头也不要忘了 香港经济这几年的确相对难受 所以他们的服务或者是产品 都相对的高价 可是另一头 中国大陆这几年积极的在发展 所谓的内需还有服务业 所以我们的受访者很多都表示 不只是为了性价比跑去深圳 或者是广东消费 他们发现这几年大陆的餐厅也好 美容美甲也好 这类服务型消费型产业 其实他们的感受 消费服务感受是非常好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周末北上深圳去消费 既可以得到性价比 又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服务 所以也吸引了港人 特别热衷在周末去北上消费 还有另外一个 也不得不说刚才有特别提到的是 粤港澳大湾区 这个计划十年下来 我们也很明显看到 两地之间的交通越来越紧密 等于是说北京透过通关的便利 让更多的香港人更容易的前进到深圳 融入到大湾区里面 怎么说呢 过去我们都说粤港澳大湾区 是一个一小时的生活缺 可是这一次我们实际采访发现 其实比一小时还要短 当我们搭上高铁 从香港到深圳关口 其实只要14分钟就通关了 而且除了高铁这个关口之外 今年港府跟北京 深圳那边还新开了很多通关的方式 等于我搭地铁 还有可能巴士 甚至自行开车 都可以从更多的口岸下 所以这些融合计划 刻意为之的融合计划 当然也是让两边生活 两边居民越来越融合的一个关键点 这个是从北上人潮而看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 其实有另外一股同样南下的输送带 特别是人才输送带 也同时在发生 怎么说呢 在香港返送中之后 我们知道至少有20多万的香港人 已经离港了 而现在香港人的人口 有逐渐回升 而且特别的是 当我们去看工作签证的来源 我们发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工作签证的申请数 跟最后的申请量 这几年暴增了5倍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 他们是前进香港 去工作也好 去生活也好 为什么呢 在我们这次采访中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的中国大陆人 他们还是对于香港保有的自由 保有的法治 甚至是可以自由的翻墙上网 这个都是他们非常想要追求的 生活方式 所以香港在仅有的自由之下 还是吸引了很多中国大陆人 前往去工作跟生活 而这样子的一来一往 一个是北上消费 一个是南下工作生活 接下来想必也会带来香港 这一个所谓的新香港 中国的香港的一个新面貌 我们也会持续锁定香港 接下来跟中国之间的融合发展 关注体谈的消息 这是国内的篮坛 确定重回两联盟制 那么有些的球员会留在PLG打第五季 或者是加盟新的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 这张合照一起来看看林书豪的下一步 PLG T1两大联盟 11支球队才刚联合 举办完体测会 没想到现在却破局 台湾篮坛再度回到两联盟制 新成立的TPBL 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 有台北战神 新北国王中兴特工等7支球队 据PLG有富邦勇士 钢铁人 台钢联姻跟领航员 留下继续打第五季 而选秀会也会在12号登场 没有新联盟的外籍生禁令 黑人陈建中发出跟林书豪的合照 写上感谢你愿意回来 也被外界猜测是要回归PLG 也就是回到上级效力的钢铁人 而林书豪清晨也发了一张半月照 写着抱持希望 球迷猜会不会是跟伤势有关 是暗示要退休了 球员他可以选择他所喜欢的球队 甚至是联盟 这是很正常的 球员走向成为重点 但新北国王得先面临无东超可打 毕竟目前窗口只有PLG 陈建中也证实 对方会从PLG的一支球队 挑选去打东超 至于为何会跟工程师 跟梦想家出走 谣传就跟汉创有关 张运志2021年 是T1的秘书长也主导成立工程师 但接续跟联盟有冲突 才会策划成立新联盟 甚至TPBL成立后 张运志也在底下留言 说太好了 坚持做对的事 一个公平的联盟要来了 台南又变回两大联盟 但后续会不会合作 还是又重蹈覆辙 变回两联盟恶斗 也成为接续的关注焦点 体育新闻 周一轮家庭 吴婷一台北草谋斗 紧接着来看 这是本届的穷斯杯 男女男选手出现 同工不同酬的争议 就是女性的选手出赛费 是比男性的球员少了2000元 穷斯杯女男倒数第二天 中华队上演蓝白内战 而近期台湾男男女男 国手出场费金额有落差 引发中华女男抗议 9号晚上7点蓝白大战 球员左手臂都贴上黑肌贴 也邀请球迷一同 穿着黑色衣服入场 重视性别平权 我们支持台湾篮球 部分男生女生 我们都要支持 不应该这样区分 他们身上都背着梅花 都写着中华队两个字 受到的待遇 跟这些对待 应该都是平等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协会 说得很像自己第一次做 所以可以慢慢补足 其实2017年就修法了 是他们的动作真的太慢了 而对此中华男男 代表队选手发布联合声明 如果蓝鞋决定要给女蓝三千块 那么男蓝选手也将比照办理 同样拿三千 只不过在赛前中华蓝鞋副秘书长张成中 针对此事也做出说明 强调尊重也乐见球员发表自己的声音 蓝鞋的立场绝对是挺男蓝也挺女蓝 只不过出场费同样是维持男蓝五千 男蓝五千我们已经答应了 所以就是男蓝五千 那么女蓝三千的部分呢 因为目前有很多的声音 包含体育署的书长也关心这个事情 然后各界的反馈 那我们也在跟女蓝沟通 另外穷丝杯男女蓝出赛费风波尚未平息 蓝鞋宣布跟直蓝工会7月17号的协商暂停 不过不影响国首的权力义务保障 而且这一次穷丝杯部分蓝鞋已经承诺事项不会改变 还要好多的球迷熬夜看的是欧洲国家杯 这回西班牙是以2比1逆转胜 提走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当中16岁的西班牙小将亚马尔 也创下了最年轻球员进球记录 跟来看看他跟传奇球星梅西有什么样的孕远故事 大批西班牙球迷高举双手热情欢呼 上上下下跳动 因为西班牙斗牛式军团以2比1逆转胜 率先踢进2024欧国杯决赛 这是12年以来首次在大型赛事中闯进冠牙军赛 9号对上法国的比赛 西班牙原先落后法国1分 随后倒看2分顺势取得决赛门票 正常比赛中美光灯全都聚焦在 西班牙16岁小将亚马尔身上 因为他踢进的一球 让他成为欧国杯史上最年轻球员的 进球记录 事实上16岁的亚马尔在欧国杯主办国 德国的劳工法上算是同工 包含比赛记者会和洗澡时间 都得在晚上11点前完成 否则恐怕将被开罚3万欧元 而年纪轻轻的他 甚至还得在休息时间写作业 更有趣的是 亚马尔还曾经被传奇球星 梅西报过 可以看到这张在2007年拍摄的照片中 梅西替一位小宝宝洗澡 而这位新生儿就是亚马尔 输掉比赛的法国 队长姆巴佩则坦言 在四枪止步感到相当挫败 然而在比赛中又有球迷冲上球场 抢着跟他合照 手机甚至差一点就贴到姆巴佩的脸上 至于利益组四枪赛 英格兰将在台湾时间11号 出战荷兰争夺最后一张决赛门票 TB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Focus世界新闻的现场 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天了 7月26号 那是巴黎奥运的开幕式 就要正式登场 那么有很多的观光商机 现在已经蓄势待发了 估计这一回将涌入 1500万名的游客 带来约合台币3900亿的经济效益 包括像是业者将这个目标 瞄准到了口袋比较深的欧美游客 希望他们可以搭上小船来游塞纳河 90分钟的航程 要花台币3500元 那么另外在巴黎开业 将近300年的甜点店 也希望游客能一场 兰姆巴巴的独特美味 近距离欣赏爱菲尔铁塔 配上一口香槟 接着圣母院的美景 尽收眼底 来到法国巴黎 不少人会选择沉船游塞纳河 这几位来自泰国的旅客 专程来巴黎这趟庆生之旅 搭乘的可是豪华私人游船 不同于一般大型的游河观光船 一次搭载数十人 出船时间得按照业者订定的班次 小新私人游船 一次最多搭载十二人 适合家庭或三五好友一起搭乘 随时想停靠在某个景点 都没问题 我们的客人 我认为选择在一起 一家庭、朋友 他们比大船更自由 我认为比大船 所以 他们的经验非常特殊 越来越多业者投入像这样的豪华赛纳河之旅 看好今年夏天的奥运商机 尤其是金字塔顶端客群 一趟一个半小时的游河 一千欧元起跳 约合台币三万五千元 根据美联社报道 统计去年有将近三千七百万游客 造访巴黎 今年的奥运盛会 巴黎观光局预计将有一千五百万名游客 来到华都 人潮带来前潮 当地业者摩拳擦掌 尤其盼望出手阔臭的美国旅客 能大力振兴观光 另外陆克也对本届奥运 趋之若鹜 适逢暑假 旅游旺季 当地旅游业者 已经收到大量订单 上海的旅游业者表示 越接近奥运开幕 订单量持续增加 估计在巴黎奥运开幕前一周 所有的机票和饭店房间 可能都会被抢购一空 因应大量旅客到来 法国旅游发展署本周表示 将在奥运开幕一周前 启动交通管制 范围包括赛纳河畔和运动场馆周边 除了禁止车辆进入之外 新人也必须持有奥运通行证 才能进入 来到法国巴黎 看比赛之余 也别忘记品尝经典的法式甜点 这家有将近300年历史的 斯托勒糕点 也是莱姆九字蛋糕 莱姆巴巴的发明地 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 糕点师创立 店内设计出自艺术家 保罗·包德利之首 甚至被列为历史古迹 但这里的甜点可是与时俱进 每天清晨六点 第一批师傅就开始制作 整天下来共有25名师傅轮班 每一样甜点的制成都非常严谨 尤其是莱姆九字蛋糕 从掌握面粉和水的比例 到如何烘烤成松软的海绵蛋糕体 是这款蛋糕的终极艺术 巴黎奥运倒数计时 华都的观光商机也将跟着引爆 估计机场盛会将带来上看111亿欧元 约合台币3900亿的经济效益 TBS新闻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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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